歡迎大家來到香港謝一天 特首林鄭月娥 傍晚開了一個記者會 七點多就已經結束了 重點很明顯是想說 政府開倉 輸民群 用了 說會向立法會申請 二百多億 很多各種津貼 學生、低收入家庭 一些企業 他否認是為了 輸解市民 對政府的不滿 對抗疫 對其他事情 記者會裡面其中一個焦點 都是 關於兩批香港人 現在在日本 日本一隻 郵輪的一批香港人 大概有三百三十人 十一個在 在橫濱 停返橫濱 就已經確診了 新型的冠狀病毒 然後另一批 就更大批 今天說到 就有二千二百人 香港人是在湖北 相信 絕大部分應該是在武漢 當中就有十個確診個案 當中就有十個確診個案 問題都在這裡 香港政府會不會盡快 安排一些班機 接他們回來 今天 記者會之前都放了一封 日本似乎在談 比較具體 但是去到湖北 那二千人數 其實較為多 二千二百人 其實 看回官員的回應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進展 會不會搞 都真的很難說 歡迎上我們Facebook 先說一下 日本這一批 湖北這一批 三百多 二千多 香港政府 應不應該都安排 安排 即是飛機盡快接他們回來香港 即是他們願意或者想 然後 或者大家都可以評論一下 政府提早派錢 都不等了 財政司司長 和波爾底的那個 財政預算案 有沒有用呢 派錢 大家覺得 有沒有 效用呢 對現在這個 疫情的狀況 剛才提到 記者會之前 傳媒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消息 政府都放定封 就說在研究中 安排 即是專機去日本盟賓 即是接回香港人 那就 郵輪那批 記者會裏面 保安局的局長 李家超 也都比較講得具體一些 和日本在談 包括 怎樣 理解他們做了些什麼的檢疫 程序 怎樣 明顯是 較為實質的一些工作 真的準備緊 但是去到 說到湖北的情況 有另一位局長來講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 說了一堆東西 其實都真的在 遊花園走 說什麼呢 就是說 他又說 一大堆 評估著 做一些準備 然後又說 要研究一些公共 衛生安全的問題 可行性 又說 尋求方案 不同部門 在規劃著 這些都是原話 大家聽起來都會覺得 其實都沒有什麼 說到話 又說 要避免那些什麼交叉感染 然後他們回到香港之後 要安排檢疫 地點 這樣 是不是可以分批回香港 這樣 唯一說到具體一些的 就是 幫了幾十個香港人 帶些藥物上去 湖北 給他們 聶德權要處理的湖北這個問題 其實就不是新的問題 因為一月下旬 湖北爆了之後 其實都一月底 其實一些外國的國家 都已經開始截橋了 一月底的時候 美國 和日本 都已經一飛機一飛機 接走了一些國民 接走了一些國民 一月底 問到政府 問到聶德權的時候 他其實 大致上 基本上就講了今天 類似的東西 都是講 交叉感染問題 運送問題 檢疫問題 等等 這個是三個禮拜前 三個禮拜前 兩三個禮拜前 其實 如果說 追到是 武漢爆的話 那 有整三個禮拜 為什麼 今天 聶德權講那些 具體要做的事情 三個禮拜都完全沒有進展 這個是不是我們 政府常常想說的 就是所謂的香港速度 現在是說 現在是說一些 二千多香港人 或者十個就已經確診了 他們的人生生命安全健康的一些問題 一個這樣的速度 其實講不講得過去呢 實際上是說送藥物 送藥物 真的不知道有多難 我以為這麼多地方有快遞服務 我們要整個政府 加一個武漢的 駐武漢的辦事處 然後又說特首可以直接 向國務院寫信 要求什麼 要求什麼 只是做到一些 過去這兩三個禮拜 就是只能夠安排到一些藥物 給一個電話 他們自己打去問醫生 完全是說不過去 一個政府只能夠做到這些事情 仍然未可以具體地講到 怎樣安排接他們回來 完全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的 也都是不可接受的 相信因為這個題目 其實都在這個時段之前 跟大家講過一些看法 我相信一定都是一些香港人 會覺得 他們接他們回來 其實是有風險的 就是感染啊 他感染人也好 或者是不知道怎樣安排他檢疫也好 這些都是一些具體 很實在的一些問題 我們要一個政府來的 就是處理這些問題 因為一個很根本 很基本的問題 其實就要很清楚的 就是說 他們都是香港人 那些二千多也好 或者在橫濱的三百多也好 都是香港人 如果任何的香港人 他在外國 他在外地 出了事故 遇到一個疫情 需要政府協助 政府完全是有道義責任 要有一個人道考慮 去幫他們 至少就是問回他們的需求和需要 我相信 實際上也會是這樣 未必全部都想這個時間回來香港 他可能感覺安全些 或者都不想走來走去 但是始終 如果他很清楚 跟政府說了 他很希望回到香港的話 政府是沒有理由 是沒有理由 是不安排他們回香港的 聶德權今天就說了 這二千二百多人 有整個千的求助個案 那些求助個案 究竟是不是都希望他們可以安排他們回香港呢 如果是的 有成千個 有成千個香港人 希望政府幫他們安排香港 為什麼政府 為什麼政府 用這樣的速度去處理呢 因為講到那些問題 交叉感染 實際上任何地方去撤僑的 其實都要處理一些問題 為什麼一些地方 其他地方做到香港做不到呢 香港又怕那樣 隔離問題 當然香港不是好像澳洲 可以撥了整個島去做隔離 但是是不是完全不可以解決得到呢 是不是一些 譬如 一些沒有那麼嚴重 完全沒有感染跡象的 家居隔離 家居隔離可以嗎 地方 很難找 是很難找 是不是找不到地方 我們就 如果永遠都找不到地方 永遠 或者是很長時間都不接一些 最重要 始終都會是 每一個香港人 其實他如果那個意願 他希望政府 可以接回去 那個應該都是最優先的 政府完全 過去那兩三個星期 在這個問題那裡 是用這樣的速度去處理 完全不能夠理解 最近有機會跟一些建制中人 直接會跟一些政府高層說到一些說話 他們都很奇怪 他們很奇怪 為什麼政府這麼久都搞不定 搞不定這件事情 疫情這麼嚴重 肯定會影響著香港所有人的一些生活 經濟 民生 這個一定都不是短期 甚至是一個 一段時間會影響 很即時 很多的店鋪 減薪 各種各樣東西 什麼都留下 那這些當然是 政府是要去處理 去準備 但是 抗疫 最迫切 很明顯都是幾樣東西 一就是那個感染源頭 包括要做的 封關 防疫 怎麼避免感染得到 口罩 都做不到的 第三就是 但是 在一些 仍然在一些高危的地方 盡快接回他們 香港 湖北 日本 那這些很明顯都是 即刻要做 都等不到 都等不到的 人命始終是最重要的 有錢 沒有一條命 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所以你派錢 沒有人說錯的 我想也都會 一些都收入 實際上很多人受到影響 他們會 他們會 歡迎的 不少錢都拿去買口罩 但是 實際上現在的問題 就是 譬如說有錢都買不到口罩 那 次子 都可能說 還沒有買得到 這一兩天可能會好些 好些 那我們政府 是不是 只會派錢呢 沒錯 是萬多億的儲備 如果只會派錢 要政府來做什麼呢 今天就是情人節 相信都是 不一樣的情人節 但是情人節 我想 最基本的精神 都是那樣東西 是關心你最自愛的人 愛護最自愛的人 那 政府就要 說這麼說 關愛市民 但是現在 外地有一批 香港人 面對這麼高的感染風險 甚至有些已經是確診 那 政府想的 是不是 這二千多人 或者三百多人 就是一個問題 那 為什麼不是去想 就是說 他們是切切實實的 香港的人 怎樣去幫 怎樣去想幫他呢 今天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情人節 快樂平安 也祝大家心目愉快 拜拜